在中文里我们有这样一句话 明以食为天 到了春天 我们当然就一定要吃当季的食物 你知道哪些当季的春天的食物的名字吗 说到蔬菜 我们一定要提到的第一个就是春笋 第二个就是绿绿的菠菜 还有笔器 春天除了有非常新鲜的这些蔬菜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特别的食物 比如说青团 春卷 我们还要说到一个词就是馅 里边是什么馅的 肉馅的 还是豆沙馅的呢 是甜的馅还是咸的馅 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 不管是春卷还是青团 它都是冷的 因为在这一个春天 很快就会有一个节日 就是寒食节 听这个节日的名字 我们就知道 就是我们要吃冷的食物了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有寒食节 为什么要吃冷的食物吗 记得持续关注我们 我们会在下一期告诉你们